好的主播各位观众马上带你来关心中度台风小犬的最新动态 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姚明山的文化大学 今天其实北台湾都没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也没有达到台风架的等级 不过呢文化大学考虑他们是在山区 所以在昨天晚间呢是马上的来紧急开会 做出决定就是今天学生是全面的采取远距离上课的模式 那另外呢老师的部分如果是可以自行去评估风势雨势 看是要在家里远距离还是留在学校 那您可以看到现在姚明山上这边的风势雨势呢 其实都是蛮明显的后面的树都有一些吹动 那根据我们的了解目前姚明山这边的累积雨量是有10毫米左右 风力大约是6级而且现在还在持续的增强当中 那随着这个台风小犬逐渐的逼近北台湾 暴风圈的范围是越来越大 北台湾的地区呢容易出现一些间歇阵雨 就像现在您看到画面中的雨势 尤其是在北部山区雨势会更加的明显 也要提醒住在山区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了 那北部市区的部分呢降雨也会越来越明显 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好雨发生 提醒民众不要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也要记得期待雨具 注意安全 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再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